中国放宽入境限制 在2月9日大年30 中国移民管理局发布了一条好消息 海南省扩大了免签资格 包括加拿大在内的59个国家 可以指定理由免签入境海南 并且停留不超过30天 自2024年2月9日起 扩大部分国家人员免签入境海南室友 允许以下国家因商贸、访问、探亲、医疗、会展、体育竞技等 需要免签入境海南停留不超过30天 入境口岸为国家涉于海南省的所有对外开放口岸 活动范围为海南省行政区域符合与我国签署互免签证协定的从其规定 停留计算时间自入境次日临时计算 多资处移民团队自2002年以来 成功为4万余名留学生及新老移民服务 解决各类难题 之前实施的上述国家人员入境海南旅游免签30天的政策继续有效 之前最新政策为2018年5月1日版本 符合资格国家仍为加拿大等59国 但免签旅游仅有旅游 相比此前的版本 2月9日开始实施的最新版本扩大了免签资格 由原本的旅游扩大为商贸、访问、探亲、医疗、会展、体育竞技等 但与此前版本相同的方面为免签入境人员 从海南再去中国的其他地区需办理签证